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张线条背后是怎样的一场谜局 发现被执行人他妻子现在回来 不承认就是王阳的这个行为是一个职务行为 离家出走的妻子 一路老婆就先一路老婆参与 一路眼多了也没有再回录 净身出户的丈夫 然后他要向女方每个月就是支付一万元的抚养费 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感觉他是家离婚 谁在机关所尽 谁是步步为营 让无人机靠去侦察一下情况 13张线条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现在是2月13日晚上 十点正 我一直在被执行人他家留下 家里边的灯亮了 但是我还没有发现目标人物出现 他叫王帅雅是一名85后法官 王帅雅正在守候的人与自己年龄相仿 却在称呼里有个老字 而提起这个人很多人都有说法 他不想有点信用 一直都跟他说这个经验 人都真是不相信 谁不狠呢 谁都狠嘛 那个人名叫王阳 王阳32岁是个老赖 而他想赖掉的是13个农民工 讨了7年的血汗钱 那天王帅雅在老赖王阳家楼下 守了一天一夜 突然一个女人出现 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发现被执行人他妻子 现在回来 其实这个女人并非王阳的妻子 准确的讲是前妻 因为王阳在4个月前 刚刚跟妻子协议离了婚 而协议中规定 房产存款孩子归妻子 所有债务归王阳自己 从法律的角度讲 老赖是背着一身债近身处的户 那么他还会住在这吗 对此法官也不确定 但此前 王阳已经消失了两个多月 而这里仍然是他们认为的 王阳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终于在守了46个小时之后 王帅雅看到了那个身影 目标人物出现 王阳走进了单元楼 这也验证了此前法官的猜测 而此时 王阳并不知道 一张大网已经悄然拉开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其实在人们通常的印象当中 蹲守抓人的一般是警察 而刚刚您看到的 蹲守在老赖家楼下的 不是警察 而是法官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起案件 发生在河南登峰 也就是著名的少林之乡 一起来看看 这场法官与老赖之间的较量 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梁学业的家就在松山脚下 他今年54岁 老梁是被王阳拖欠了 工钱的13个农民工 其中之一 这熬的什么药啊 那是为了 为了钱钱 中药啊 中药 中药 老梁说 他最开始找王阳要钱的时候 47岁 正值壮年 没想到这钱一要就是7年 结果钱还没要回来 身体先坏了 他欠您多少钱 他总欠5万5万3 5万3 不是个小数目吧 这我就说是有病 这不有病 你说这5万块钱 可真的在今年 不太大 老梁告诉记者 这5万3千元是血汗钱 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当初 这笔钱使他亲手 把一根又一根的木头 抬上车才赚来的 一根木头是 大概是 大爱之忧 百年 提力活 降提力活 老梁有三个女儿 把孩子们拉扯大 再培养成才 使他拼命赚钱的全部动力 那个时候 当地煤矿需要大量木材 做井下物资 附近村庄很多农民 就从山区里收购木材 再卖给煤矿 赚个差价 老梁也是这其中之一 从老梁的描述中不难想象 这是个重体力活 而且利润很低 可就是这一根又一根的木头 把老梁的三个女儿都攻进了大学 2009年 矿上来了个新的出纳 名叫王阳 王阳的做法 让老梁感到跟以往都不同 老梁说 当时王阳并没有把矿上 应该付的钱全部给他 而是给了一部分 剩下的打了收据 承诺一个月之后付清 在老梁手上 这样的收据一共有两张 上面写着 欠粮学业木料款 共计五万三千元 起初老梁并没有多想 因为他觉得 这么大的矿 不可能赖他这点账 可是一个月之后 王阳并没有按约定给钱 老梁就去矿上 找到了王阳 跟老梁遭遇相似的 还有同村 48岁的农民工杜延杰 在老杜手上 王阳打出的收据 一共是两万六千元 可见到记者 老杜首先提起的 并不是要钱 而是要媳妇 老杜告诉记者 这些年来 为了要回那两万六千元 他把媳妇都弄丢了 刘素娟是13个农民工当中 被王阳打下欠条 最少的一个 只有一万元 可提起这些年要钱的经历 他苦不堪言 像刘素娟和老梁老杜这样 被王阳打了欠条的农民工 一共有13个 他们13个人 从2011年开始 就一趟又一趟的 去找王阳要钱 而这一要就是四年 四年间 老梁的身体每况愈下 那五万块是他的救命钱 这话他对王阳讲过 老杜和两个孩子 眼巴巴地盼着媳妇回家 那两万块 或许能让媳妇回心转意 这话他也对王阳讲过 可最终 他们一分钱也没要回来 2015年年初 13个农民工决定 上法院去说理 神情人刘思娟 等13个人 就把这个正面集团 然后腾生米矿 包括我们今天的北京 王阳都一并给起诉了 一场官司 三方对簿公堂 十三张线条 背后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离婚协议 净身出户 他自以为天衣无缝 个人的债务全部归 自己去偿反 我们发现 前面是别处 挺吃惊的 目标人物出现 13张线条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法庭上 13个农民工要求王阳 和腾生煤矿 共同返还欠款 共计65万元 之所以把煤矿也告上 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木头卖给了煤矿 王阳又是矿上的出纳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可煤矿负责人却表示 这笔欠款跟矿上 根本没有关系 这个原告 就是申请人 他们提供的这个证据上面 就是也没有夹盖 煤矿的公章 也上面也没有 煤矿上面负责人的签字 只有王阳他本人签字 正名集团投入煤矿 也不承认 就是王阳的这个 这个行为 是一个职务行为 在庭审中 煤矿负责人说 当时矿上已经把钱 一分不少地打给了出纳王阳 听信的时候是有证据的 然后矿上也说了 我钱就给了你王阳了 然后有你王阳 通过王阳 你给人家这个13个农民 结算这个 就是提供这个木料款 也是到了这个时候 13个农民工才知道 原来是王阳 偷偷地把矿上付的工钱 截留了 他证明他收了油钱 但是他不敢付 他敢这条子 故意拿钱他都敢划料 在庭上 煤矿负责人说 王阳是2009年 至2011年期间 在矿上担任出纳 那段时间 正值煤矿老板 新老交替之际 管理有些混乱 才被王阳钻了空子 但王阳给13个农民工的 收据上 收款人均为王阳 这就证明这笔欠款 与藤生煤矿 没有关系 这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证据 然后就是说 没有办法认定 就是说 这个行为是煤矿 煤矿上面 就是王阳的职务行为 然后就认定王阳个人行为 2015年6月 案子一审有了结果 登峰市人民法院判决 13个农民工所主张的 共计65万元欠款 并非王阳的职务行为 而是个人行为 所以全部由王阳支付 此后 王阳不服 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了上诉 五个月后 郑州中院做出了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两场官司打了一年 而此时 距离王阳拖欠他们工钱 已经过去了五年 有了这份终审判决书 13个农民工觉得 这下王阳总该还他们钱了 可是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 老梁叔为了打那场官司 他往城里跑了五十多趟 好不容易官司打赢了 王阳却消失了 在老杜家 他当着记者的面 拨通了王阳的电话 王阳并不是登峰本地人 他的家在距离登峰 八十公里外的汝州 可他具体的住址 13个农民工也不清楚 王阳避而不见 法院的判决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无奈13个农民工再次来到了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当时等待的心情比较迫切 执行是实现他们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实行实现不了他们的权益 这个判决就是一张法律白条 杨军登峰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案子到了他的手上 就进入了执行阶段 杨军说 他们首先做的是把王阳放进全国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赖黑名单 这份老赖黑名单 不光在电脑系统中 还在法院门口的大屏幕上 这是我们那个审判法庭 然后我们在这个审判法庭 前面建了一个电子大屏 就是曝光 失信被执行人 也就是俗称的老赖曝光台 让这个被执行人 他的信息曝光出来 然后一个是给这个 属于他的人提供一个警告线索 第二个呢 采取高压政策 对这个被执行人进行施压 如果他觉得很丢面子 这个他主动来旅行 然后我们就给他下了 这曾经有一个老太太 当时她儿子准备找媳妇 然后他说你赶快不下了 他会打开了 所以这个作用还是挺明显的 这个这时候都有 对 作用挺明显的 每天经常有很多群众 驻足在这儿观看这个 我们这是每个月更新一次 杨军告诉记者 像这样的老赖曝光台 在登峰一共有五处 目的是形成全社会 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 此外 还有一项工作 是不得不做的 那就是对老赖名下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 而这项工作在以往是个体力活 以前呢 真的就是 怎么说呢 真是我们就用两条腿 以前一个人 他可能在很多家银行 开立很多账户 如果单靠咱们人工 去这个银行的柜面去进行查询的话 光这个就是说 你要是没有一星期 有时候根本就跑不下来 为啥呢 咱不是说到银行 直接去人家办理了 有时候到银行去了 人家要吃饭 要休息 有时候去了 前面有 比如说有群众 人家也要办什么业务 你要排队 所以有的时候跑两家银行 有时候半天一天就过去了 所以非常非常耽误事情 执行法官王帅君告诉记者 以往他们要每家银行挨个跑一遍 可如今这些工作 在办公室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查控系统是跟各大商量银行 就是银行的后台系统是对接的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查到 被执行人他在全国各个就是开户行的账户 账户行是否有余额 从而就是比较快捷地可以把他的账户 把他账上的钱给他划走 尽管信息化建设让执行比以往更高效更便捷 但老赖逃避执行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法官与老赖之间仍是一场猫猪老鼠的较量 通过查询 法官发现在王阳名下存款仅6000多元 比起65万元的执行款杯水车薪 而且就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以后 王阳跟妻子签下了这份离婚协议书 他那个协议上面就是孩子是归女方抚养 然后他要向女方每个月就是支付1万元的抚养费 除了把那套房产就是分给他前妻张某之外 他还把就是说个人的债务全部归自己去偿还 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感觉他是假离婚 很快法官找到了王阳在汝州的那处房产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他们用无人机对小区环境进行了观察 我们发现前面是别墅 这在一个县级市来说是很高等的小区了 当时我们也挺吃惊的 住这么好的小区 难道就没有钱还款吗 这肯定是在逃避 躲避之行 杨军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按照市场家估计 但是这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就完全足够支付那六十五万元欠款了 此后法官们在敦手中的发现 也印证了此前的判断 目标人物出现 二月十五日早上王阳现身 他进了单元门回了家 但当时王阳的母亲和孩子也都在家里 如果在这种场合下把他带走 那他母亲肯定会产生很悲痛的心情 一个两岁一个九岁的孩子 尤其是九岁的孩子 也会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 最终法官决定 等王阳出小区之后 在四季实施抓捕 把影响对他家人的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 不是非简单的粗暴的去执法 单兵系统作战 无人机侦查 追查老赖用的是高科技 天罗地网三级连动 街头上演步步惊心 老赖用出惊人 是狡辩 是反转 谁的谎话不攻自破 十三章线条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 呼叫指挥中心 现在目标驾车 开始往小区 外面行驶 各小组注意 就在前方干警对王阳的行踪 进行严密监控的同时 后方排兵不振 已经铺开 现在经过登峰法院 多方面查找 被执行人 在汝州地区 登峰法院的准备 现在去实施抓捕 好 咱们去看一看 张立永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早在一个月前 登峰十三个农民工 被拖欠工钱 长达七年的事 就被省人大代表 以书信的方式 传递到了张院长的信箱里 今天这场抓捕 张院长决定亲自独占 一个是要坚决果断 第二是要注意文明之法 第三要注意干警的安全 我们一定保证完的任务 其实省院院长亲自独占指挥 除了因为河南高院历年来 一直对农民工讨薪案件 高度重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这次抓捕的现场 不在登峰本地 而是在汝州 涉及异地之行 一旦需要协助或者增援 三级法院能够在第一时间 联动指挥 此时一张大网已经铺开 老赖会不会落网呢 赵宏印是这次抓捕行动的总指挥 他告诉记者 之所以能在指挥中心实现 亲临现场的感觉 是因为在前方 每个执行法官的身上 都佩戴了一个移动指挥系统 俗称单兵装备 那天在对王阳抓捕的现场 杨军手持单兵二号 跟在王阳的车后 三分钟后 车辆通过了拥堵路段 王阳的车开上了一条乡村公路 很快对当地路况较为熟悉的 汝州法院为前方法官发出了提示 通过协商 指挥中心决定 尽快动手 上午8点42分 法官决定收网抓人 坐在驾驶位的就是老赖王阳 在此前 他为了躲避执行 已经消失了两个多月 以这样的方式被法官找到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马上我们向被停 发放这个 执行公众等法律手续 对这个当事人 只要坚决依法采取措施 还要加强对他的这个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 在现场 法官查扣了王阳驾驶的这辆车 但是这辆车市场价就在30万左右 此外 在王阳身上 法官还找到了两部手机 一部是目前市场上 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价格在8000元左右 而另一部也价值4000多元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人他本身 他有这个能力 这种情况下 确确实实就有这种规避 规避这种执行的这种嫌疑 回到法院 说起那笔65万元的欠款 王阳一开口 李直气壮 我主动给他13个当时打电话 全部打了一遍 给他们监狱 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说可以 因为是作为 运动物量性的 这个钱 其实真是病毒 可记者在对其中几个农民工采访时 听到的话是这样的 负责办理这一案件的法官 告诉记者 很多时候 老赖的谎话是不攻自破的 这套房子是不是 你婚后财财吗 婚前的财产 就是我们认识之前 他 等于说是 他已经把房子没了了 你与老婆是哪一年认识的 我们是09年认识的 09年吧 你孩子今年几岁了 孩子今年两岁多 就一个孩子吗 两个 还有一个大的 大的今年几岁了 大的9岁了 按照王阳的说法 他的大女儿9岁 而他与妻子认识 却只有8年 如此自相矛盾的回答 让人哭笑不得 时间到了傍晚 王阳仍然没有履行还款的意愿 法官决定 依法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当方市人民法院拘留决定书 被拘留人王阳 在本院审理 刘宿娟 诉王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 引起为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111条规定 决定对王阳 拘留15日 切合一下 好看 眼看着法院动了真格 王阳的家属坐不住了 当晚他们就来到了法院 并且带来了全部65万元欠款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您的 好好好 谢谢您的 您的身体也看到 增强法律意识 一把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 现在不是马上小孩也开学了吗 给孩子买的学习用品呢 包括家里有老人呢 以后你们做点生意 外费打赌 一会儿你们带着钱 要注意安全 回去这个路上 把钱放后 好吧 不能再有三十 就在我们的记者 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 老杜打来电话说 他的媳妇已经回家 一家四口团圆了 老梁也终于能够拿着钱 安心的去治病了 登峰法院的执行法官们 也都进入了新的案件 破解执行男是他们的心愿 而为此他们将继续前行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松和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